1979年,邓小平收到了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的美国人对中国开始有了新的了解,并对邓小平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 但要知道,在此之前中美的敌对状态长达30年之久。 虽然1971年的乒乓球外交是突破中美僵硬关系的一个裂缝, 不久之后,美国总理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样的新外交使得中美敌对关系有所缓和。 可在美国国内,依旧有不少人对中国依旧抱有仇视敌对的态度, 所以如何保证邓小平出访时的安全成为了本次访问工作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次的中美建交无疑对当时的台湾政府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且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更是对其痛恨至极。 此外,当时美国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 两亿多的人口竟然拥有1.5亿只枪, 且这还仅仅是在民间流通的枪支数量。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美国每两分钟就会出现一声枪响, 每24分钟就有一人死于枪击。 不仅如此,据相关资料记录, 台湾一高级特务扬言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而在美的奖方人员也正着手收买意大利枪手, 企图暗害邓小平。 更有甚者宣称要做一些让邓小平永远难忘的事。 可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 已经75岁高龄的邓小平依然执意访美, 为了行动方便,他随身只带了8个保镖, 但这显然是危险重重, 并不足以保证邓公的安全。 于是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 最后相关部门决定先前祖父美事先部署安保。 而美国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也表示会全面负责邓小平此次访问期间的安全问题。 中美双方的通力合作, 以最大的程度保障了邓小平此次访问的安全。 但尽管如此, 在九天时间里突发状况, 还是接二连三不断给邓小平的人身安全敲响了警钟。 1979年, 邓小平访美多次遇险, 坏层险遭黑帮刺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1月29日上午10时, 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同邓小平, 并肩站在白宫前的演讲台上。 而为了欢迎邓小平的到来, 卡特进行了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 可就在此时, 人群中突然传出了一声激烈的尖叫。 只见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中, 一位戴着红色帽子的女记者, 突然摆动着身体, 大声尖叫起立, 还一边试图挥舞着拳头吸中人的注意。 好在美方的警卫人员立刻察觉出不对劲, 将这一位嫌疑很大的女士就地制服, 可正准备驱逐她时, 却不曾想到一位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 突然从记者群的另一旁蹿了出来, 直奔讲台上的邓小平, 他手里握着一把尖锐的短刀, 趁所有的警卫人员的注意力被那位女士吸引时, 直接冲上前去, 企图刺杀邓小平。 幸好, 美方警卫反应及时, 很快特攻泰伯森就像一只猎豹从鞋子里猛撞过去, 瞬间高个男子被狠狠撞倒在地, 紧接着就被扣押制服。 这一系列过程, 仅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卡特面对这一危险场面, 甚至是直接停止了演讲。 而在一旁的邓小平却一直面带微笑, 平静地看着大家, 丝毫没有紧张与不安。 虽然这次危险成功解除, 但这一突发情况之后, 中美双方对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却更加重视, 不仅加大安保力度, 还开始派专人保护,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再次发生了。 2月2日18时许, 邓小平受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参加晚宴, 并观看竞技表演。 可正当他准备离开大厅出门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穿过布防密集的警卫人员, 冲上前去。 好在邓小平身旁护卫的美方警卫凯莉眼疾手快, 一招制服此人, 将其击倒在地。 而之后经过层层调查, 警方终于掌握了这位刺客的身份。 原来, 此人名为路易斯·比姆, 是美国恐怖组织3K党的成员, 他们策划要刺杀邓小平。 而就在路易斯·比姆被捕之后, 甚至还有几名同党要求释放他, 并且举着标语牌在街上游行示威。 此次险境过后, 保护邓小平安全的警卫部署再次升级, 不仅动用了相当数量的警察和防暴队, 还封锁了部分路口, 在宾馆和会面现场严格戒备。 然而, 就在这样森严的防护之下, 仍然有人突破重围, 实时偷袭。 当天晚上, 在竞技场中, 邓小平访接过了17岁美国女孩凯莉赠颂的象征着中美有意的白色牛仔帽。 她满怀喜悦地戴在了头上, 脸上露出真诚可爱的微笑, 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然而, 就在这皆大欢喜的场景下, 却暗藏波涛。 结束后, 邓小平回到宾馆, 正当她走到楼下大厅时, 突然一个人穿过密集的警卫人员, 目标明确, 直奔邓小平, 向她扔了一包东西。 只见警卫人员急步抢上前去, 手臂一挥将其击倒在地, 附近的其他警卫人员也顺势把她捉住。 又是一个瞬息之间, 中美两方通力合作, 化险为宜。 反观邓小平, 面不改色, 在中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淡然地离开。 之后, 其余的警卫人员小心翼翼地接近包裹, 怀疑其中暗藏危险物品。 谁知, 当他们打开包裹, 里面只是一包反华传单。 经调查, 这个袭击人员是一名反华极端分子, 想用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对邓小平访美的不满。 对此, 邓小平只是微微一笑, 他当然知道, 无论防备多么严格, 这样的事情总会一再发生, 而他要做的, 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无辅众望, 完成使命。 1979年, 邓小平访美多次遇险, 而作为我国出色的领导人之一, 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此次访美的危险性, 而且他已经75岁, 周车劳顿, 长途奔波更是会导致一些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 但在邓小平看来, 机遇往往与危险并存。 此时的中国, 在经历了巨大变革之后, 已然困难重重, 人民生活质量亟待解决。 先前的中美建交, 就是一大机遇, 若能及时把握, 就可以帮助中国迅速破除封锁, 走向世界。 而邓小平显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他这次访问美国的首要目的, 就是借鉴美国发展经验, 找到属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工业建设方法, 从而推动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 因此, 邓小平随同相关负责人来到了福特公司的汽车制造厂。 当负责人介绍说汽车厂能够每小时生产50辆汽车时, 他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当时中国的汽车产量仅是每年1.3万辆, 这让邓小平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 也让他的内心很不适滋味。 随后, 邓小平又来到了亚特兰大, 这里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北两军的主战场之一, 在战火中沦为废墟, 如今却成为美国南部发展最快的城市。 在这座不断崛起的城市中, 他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这座城市也被看作是中国发展的老师。 而在美帝最后一站, 邓小平选择了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 考察了波音747飞机生产线。 他知道,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 更离不开科技, 中国想要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就要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 之后, 邓小平主动提出与波音公司合作, 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而这些丰富的发展经验, 极大的拓展了邓小平的视野, 短暂的访美之旅, 带给他无限的建设设想。 于是归国后, 邓小平更加坚定地推进了改革开放, 并在不久之后, 大胆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迅速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大国。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 无不是在为祖国崛起而奋斗不止。 他陪伴着中国人民, 一步步走出阴霾, 迈向光明。 而面对困难和危机, 依然能够临危不惧, 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为了国家利益, 只身前往大洋彼岸学习借鉴。 这位中国20世纪后期发展的总设计师, 凭借其超凡的才华和出众的外交能力, 不仅给中国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 更是在无数惊险的外交场合中, 展现出中国姿态与大国风采。